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新型的核动力电池 大家知道看那些间谍影片,看一些007电影里边有很多高科技的小设备 这个核动力电池就是一些小设备里边非常重要一个能源来给提供能源 今天我介绍这个核动力电池是原子电池 它可以在安全的运行环境下只有手掌心那么大 它可以运行20年或更长时间 它这个电能是非常足的 而且电压功率也是非常大的,是现有电池的10倍 那它是谁发明的呢? 它是一个俄罗斯副教授叫谢尔盖·莱克丁 他呢在美国国立研究技术大学MISIS这个工作 那就是说在美国工作的一个俄罗斯的这个科学家 他研制 他呢提出了一种紧凑型的原子电池啊 它的功能10是现有电池的10倍 功能是现有电池的10倍,价格只有现有的这个类似的 这种核动力电池的价格只有一半 这是由这个科学期刊叫应用辐射与同位素 这个期刊描述的 那这种电池呢是将放射性衰变的能量 转换成电能的 放射性衰变能量转换成电能 并可用于啊微电子设备的供电 它所谓的 它属于所谓的叫 伽玛电压元素 这种电池有两部分组成 半导体能量转换器和放射性发射器元件 研究员开发了一种啊 原子电池的特殊设计 其中啊放射性元素啊 涅同位素的位置可防止有反向电流 引起的功率损失 与类似的这个电池相比啊 呃 呃 呃 辐射转换为电能的有效啊 面积增加了14倍 从而导致电流总体增加 开发人员注意到啊 除其他优势外啊 简化了制造核电池的技术 从而将生产的成本降低了一半 呃 是该啊 成本啊 该电池成本大约降低50% 半导体电子学和半导体物理学 I啊叫MISIS这个 大学的教授叫希尔盖莱克丁 他补充说的这个上面的话 就是通过引用他的话 他是发明者嘛 呃 研究人员指出啊 只有在特殊的微电子设备中 才能使用这种电池 包括在关键条件下运行的设备 在太空 在水下 在山区 例如作为小型传感器的应急电源 尽管人类啊 相对安全 并能够长啊 长时间工作 长达20年 或更长时间 但是现在的他的成本非常高 制作成本非常高 原子电池啊 尚未在生活中使用 生活里不能普及 一个电池用20年 甚至更长时间啊 你想想那人类以后是什么样子啊 那以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什么了 都可以 是吧 都可以解决这种运行的问题了 就不需要更换电池啊 那将是一个革命啊 但是你可以从什么007的电源里边 可以 可以看到啊 有一些007的小小的一些设备 为什么体积很小 就是他这个电源就非常小了 而且功率非常大啊 很小一个东西能弄大功率 其实也是用到这种技术 就可以看啊 现在这个人类是有这种技术的 从理论上讲啊 在某些家用设备中 可以使用低能量的这个 伽马射线的这个辐射源 就是在有一些家用设备里边 如果用辐射电池 就核电池 核辐射转变成电能 也是可以的 但是 非常昂贵啊 而且制造起来 也非常困难 所以这个谢尔盖啊 这个莱格丁啊 他说 需要大量的放射性物质 那打开 将打开电池 生产 把这个电池打开进行生产 也会 增加这个安全的问题 就是他如果 把电池打开以后 这个放射 放射东西出去以后 会造成环境污染 所以啊 制造这种 核动力的电池啊 核动力的电池 在 怎么说呢 在可见的未来吧 应该不能普及到 人类社会 所以大家啊 只是了解一下就行 但是你可以想象啊 就这种电池 如果用到一些特工 或者一些外太空的 一些小型的 飞船上 这会儿你明白了吧 一些小型的小卫星上 为什么它能一直有电呢 这电能供二十年更长 几十年的不要更换 你就可以想象啊 咱们普通老百姓用不上 但是啊 这小型供电 其实有 有这能力的 目前啊 这个大学已经啊 为这个 教授申请了国际专利 该大学已被外国专家 认可为这个 全球 核能电池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该大学的新闻服务处也指出了 该研究人员确信 考虑到改进的特性 俄罗斯的这个 核电池 将能够在这种啊 辐射性电池市场 占有很大的这个份额 就这种电池 国际上还是可以销售的 因为什么呢 有些 有些国家的特殊装置 刚才讲了 水下的核潜艇 可能需要有部分采购人 或者水下的常规潜艇 可能需要采购 还有这个山区 有些供电 应急 应急供电的地区 用这种小的电池 就可以十年 二十年不需要更换 就它不需要外接电源 在一个山里边没有电 不需要发电 这个电池就会长期供电 简单就照明就有电了 大家明白了吗 所以它这个销售 针对国家的销售 针对这种特殊行业的销售 还是有市场 那这个电池啊 我现在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我觉得这个人类啊 其实有很多发明啊 咱们今天用到的 你比如说微波炉 微波炉其实就是什么呢 当年登月 登陆月球 登月没过 阿波罗计划的一部分 第一要解决这个航天员吃饭 得吃热的东西 又不能生火 不能产生明火 微波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所以航天员吃的都是 经过微波加热的食品 那这个专利又出来以后 就可以民用啊 那就是微波炉 所以有时候太空技术 逐渐转换到人 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生活里面 就是普通的这个生活中 经过转换 然后进行了这个普及 就变成一个什么 就变成一个产业了 还有之前说的那个什么 耐克 耐克衣服 第一 不起这个叫什么静电 这边新材料没静电 你看航天员穿的衣服 不起静电 为啥不起静电 它是特殊材料的 那这种衣服后来 又轻又薄 重量非常轻 然后又薄又稀汗 给宇航员做于太空服 做完以后这些专利 耐克买去了 耐克买完了 就做什么 做运动服 又轻又薄 跑起来又快 运动员跟没穿衣服一样跑 是不是 然后有些衣服 特殊的行业 不能产生静电 他穿着衣服没静电 是不是 你看太空阿波罗一个计划 逐渐逐渐 你看有很多这个专利 就这么 进入到市场 所以你可以看 这个专利呢 现在来说普及到社会 因为它毕竟是有核辐射的 这个小电池有核辐射 虽然辐射量非常低 但是也是有辐射的 如果大面在这个社会里边 使用的话 还是很危险 所以不会给老百姓用 但是很多特殊的行业 它也会公开 用这个东西 从这个小电池 给大家看一看 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的一个什么程度 我觉得 未来吧 你像如果这个电池 要弄明白的话 核动力汽车 核动力的这个什么汽车都可以 这个电池 你再做大一号放到汽车里边 是不是核动力汽车了 这就是核动力汽车 那咱们人类开汽车以后 不需要再加什么 加电了 加油 加油站就全关门了 就开电动汽车 是吧 摇着世界跑二三十年 换一次燃料就行 那我觉得才是 真的你人类得往大里想 这种电池啊 真的 我现在想 它是不是可以 真的 国内的那些什么 比亚迪这些企业 你可以从这个思路 买一买它这个专利 沿着这思路 你想一想 核动力电池 是不是可以把成本降下来 也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电池 叫什么 辐射性的电池 对吧 放射性电池 这个使用的核电池 使用了几十年不需要更换 是不是解决整个汽车 更换电池能源的问题 随便想一想 如果能真能成情的话 将改变整个行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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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